一个是初访 一个是过境 都有很多可以比较的 马英九是认祖归宗 看祖宗 蔡英文是认祖归宗 去看宗祖国 那么论评价 马英九是先义后阳 蔡英文是江河日下 所到之处 马英九是到处热情欢迎 成为流量密码 蔡英文是抗议不断 如影随形 连白人都讨厌 有许多美国的反战团体也都不喜欢 马英九可以会见省委领导 而且爱说啥就说啥 蔡英文是直接被白宫洗脸 不会安排任何官员 行政官员 来给出任何的会晤 而且一定也都 就算见了议员 也通通都是闭门会议 那马英九最重要的 就是这一次为两岸带来了和平 强调未来要振兴中华 而蔡英文却是挟扬反华 为两岸可能带来兵凶战危 而最大的对比是两人这一次的路线 已经很明显出来了 是马英九出去为中华民国 拓展了发展跟生存的空间 就两岸的和谈跟和解 都是有机会的 可是蔡英文这一次去 到了美国 本来蔡英文民进党一心压保美国 但这一次却因为中美之间的关系 所以民主党可以说是 极尽所能的 无视也好 蔑视也好 或打压跟矮化蔡英文 可以说叫做蔡英文 我本将心向美国 奈何美国造大陆 就是这样 因为美国尤其执政党 他希望能够透过矮化蔡英文的这个事情 来换取未来可能是席拜通话 或者是舒立文 然后以及跟着叶伦 要能够去出访中国大陆 所以民进党他的主轴是希望能够所谓的 以美然后抗路 但如果在此时此地的状况是 那美国他暂时没有想要对抗大陆呢 或者美国有求于中国大陆呢 那么事情当然就会与民进党 或者是与蔡英文自己 是自相矛盾 事与愿违 所以这一次呢 马英九可以说是大成功 而蔡英文反而被穿小鞋 而且是台湾对外的空间 或者是所谓的台美关系 来到了史上最糟 好 不过要说 现在美国当然也都一再强调 都说要台海要和平与稳定 说美国呢也会力挺台湾 可是现在呢 你看这个上次 我们在讲台海要和平要稳定 其实人民是很重要的关键 彼此的这个民心能够互通 那最起码不要有更多的敌意 应该要有更多的善意才好 结果现在看到呢 是一边年轻人年轻人是很重要的 年轻人结果能够坐在一起 大家互相交流 气氛多好 但是另外呢 这边你看到的就是动不动 就可能要起冲突了 让你觉得呢 其实让两岸更加的会不会紧张 结果这一场闭门会谈 一个小时15分钟 说要共同对外发表谈话 结果呢 结果我们看到的麦卡锡 他一而再再而三 他强调的就是什么 他强调的就是力挺台湾 就是要让军售 要让武器要准时抵达台湾 心心念念的不外乎就是军售 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跟台湾做贸易啊 对 在蔡英文这一次的跟麦卡锡 见面当中 我相信蔡英文或民进党方面的 期待很多 这种形式上的意义啊 来大外宣等等 可是这种麦卡锡是见到了 也确实没有错 这确实进裴洛西之后呢 这确实是台美的部分高层当中是历史性的 也是要记下记录 很不容易的 但是问题是人家要的是什么 人家要的很清楚 摆明了就是跟武器 然后他的另外两点都只是你知道 就略带一体而已 而我们这当中心心念念 你可能要更多的 无论在台湾或更多怎么样之类的 人家可不买账 一个中国还是扎扎实实的横切在那里 但是我忍不住还是要对比一下马英九 马英九的部分真的是很有意思 我们在画面上如果有看到马英九的画面 其实这几天我们是这样子 因为马英九的报道真的很多 所以官司的部分看了 我自己是特别追一些是什么的 我追两个 第一个部分是对一些台湾青年 包括大陆媒体采访台湾 随行青年一些访问 我觉得他们访问的人 无论是不是包括剪辑 我觉得都蛮长脸的 就我们这些台湾的小鲜肉小美女 第一个都长得好 然后口菜都不错 第二个不要忘了 其实他们马英九 他们所到之处 包括在校园里头 很多学生是跟拍 因为他现在是马英九 是流量第一名流量大王 所以大家在跟拍过程里头 也有些natural sound 现场声音 包括跟年轻学者的互动 我在bli bli看了不少 但是现在大家 我认为很多人都想蹭 马英九这个流量 就都台内马英九 可是又担心发在标题 是不是会被韩式有限制 因为大家很多是不同 都不敢碰 两岸政治还是有点敏感 可是又想蹭一点 所以我在看这些周边的这些画面 我觉得深刻感受到的部分 其实就是说 当然马英九现在包括 能够有这么高的点击率 也是北京方面 容忍或给予他这样的空间 这个空间不只是说 礼遇马英九 而是我觉得他们要体现 一个部分就是 两岸当中和平 在各方面 特别是这次还有青年 作为青年未来和平 这个主轴这个东西 我觉得大陆方面 也配合着马英九 一直在描述这一点 倒不是说你马英九说什么 拍拍手你马英九给你空间 而且我觉得大陆 让很多的部分的 让出言论空间 就是为了两岸的和平 的未来靠青年 其实是有这个逻辑体现在的 如果大家看 其实我们在台湾报道 就在讲 蛮酒破破碎碎的 拉回来来看 包括同学对比 现在蔡英文到那里 我觉得政治就是这样子 政治的任何的这种 所谓我们看到 跟麦卡锡这些 其实都是 都是舞台上的秀 都在表演 所以我们作为厉害的看官 观众朋友 看很多 玉琴的节目这么多年 大家都是专家了 我们看的就是在这些虚实之间 当中什么是实 刚刚玉琴也提到 关键他就还是再度强调 你们要买武器 你们要按照我们 现在美国的租借法案 美国提供给你武器 美国要你们的刺猬 美国要你的类似 各式各样的方式 你们的武器 几乎在麦卡锡 就讲了这一点 其他根本 无论他们一个小时 都聊什么 麦卡锡最后就只有 这个东西是他要的 或者是应该讲说 是美国要的 当然在所有 现在到美国当中 最后一点就在于 美国的部分 我们在看待是这样子 中美台关系是 比如说如果这一次 美国民主党跟共和党当中 对于蔡英文的 很多的步调是一句 虽然可能有些讨论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 我们都要保持紧张 可是现在这很明显 就像刚刚汉廷讲的 民主党有太大的政府 执政党的部分 太多的压制跟压抑 共和党当中 其实是蔡英文当中 见缝插针的是 是蔡英文 或是民进党的部分 再找一些任何一些 跟共和党的外交空气 在这个过程里头 我相信跟共和党 除非未来是川普选上了 否则应该讲 其实川普选上 他也不听共和党 是川普自己的 所以也就是说 在这个过程里头 一直到今年年底之前 总体的麦卡锡 这些都不能看待是 美方美国政府 好像是美国一贯态度没有 都是我认为麦卡锡 这么重要人物 也还是边缘的意志 在整体对待台湾 中国美国的三方关系 还是有包括习拜会 跟中美的各方面复杂的拉扯之下 台湾根本是顺道被处理跟提及的 就是工具 就是一个工具 可是到底是在为谁服务 你说是为美国的利益服务吗 可以这么说 因为军售 还有包括贸易 这些不都是美国整体的利益吗 但你也可以说是为美国这些政治人物 他个人的利益 因为他们背后有没有金主 当然有 所以他当然一出来 赶快先跟自己的背后金主交代 交代清楚说 你们所关注的那些利益 我都已经宣达了 我都已经告诉台湾的蔡英文了 不是吗 那杨明 现在大家就很关心 说那接下来麦卡锡 还要不要来台湾啊 反正已经在加州 都见过蔡英文了嘛 那当然也有人这样传出说 其实之前他会之所以是在洛杉矶见蔡英文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也是希望不要再让这个情势太过于升高 好但不管怎么说 当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怎么想 他说他是众议院议长 不该由中国告诉他该去哪 能不能跟谁会面 然后说目前目前没有访台计划 但不代表我以后不会去哦 而且他说当前台美关系是他游生以来最强健的时刻 双方做了很具有建设性的谈话 而且呢 我看到这个华尔街日报的报导 他的用字是麦卡锡说 我们之间的连结 比我生命中的任何时候都要牢固啊 杨明好感性啊 这种话我大家听听就好 因为这个麦卡锡是1965年出生 1965年到1979年 我们中华民国和美国还有建交呢 还有邦交呢 怎么会是有生以来最强健的时刻呢 对不对 所以这种话哦 你不能说我未成年我不知道 少来这一套 这种客套话听听就好 那当然我觉得这个麦卡锡 如果我们今天从中华民国 也就是说我方的主 为主主人哦 我们为主持就会叫做菜卖会 那如果从美方的角度叫做卖菜会 那卖什么菜呢 卖这次卖了三样菜嘛 这是麦卡锡自己说的啊 第一个军售我们会这个继续来这个贩售给台湾 而且呢要求要按时送答 对 那表示什么呢 我们要反过来听哦 表示现在都不按时送答 对 就是这个问题哦 是肯定是我相信哦 因为蔡总统从去年就不断在强调这一块 包括去年在这个去年底 他在宣布这个义务役延长 这个这个记者会上 他都有被问到这个问题 他说他已经有跟美方去反应了 对 可是这次透过国会这个管道 去反应这个所谓的军售 我们花了很多钱啊 到去年十二月的统计 是我们有一百八十七亿美元的 这个对美的 就是美国对台的军售 还没有送来啊 是啊 有一百八十七亿美元是搁置在那边啊 好 那所以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大问题 这当然是一个大问题 如果我们说这个什么 台美关西坚若磐石 我们这个这个也给我们多少军售 结果呢 你这个订单已经收了 但是呢你货慢慢交 不急 一直拖因为乌二战争 乌克兰优先 我们台湾才放在后面 那你这个台湾的跟美国的这个 这个你要说是有生以来最强健 我觉得大家怎样讲就好了 海皇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呢 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 它有这个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呢 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这一颗一颗的 这个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 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码 来上网代购